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之一,他在位54年开创了西汉的盛世,扩大了疆域,发展了经济,弘扬了文化,被称为武功最盛之主。 但是,他的感情生活却并不顺遂,他的初恋皇后陈阿娇就因为玩巫蛊之术,直接被废除了皇后之位,公元前130年。 陈阿娇因其对魏子夫的嫉妒而使用了巫蛊之术,恰好在法术施展之后,魏子夫感到不适,汉武帝对此深信不疑,立即联想到宫中有邪恶力量作祟,于是发动手下在宫内进行大搜查,陈阿娇最终暴露无疑。 施术者也因此丧命,陈阿娇则被幽禁在长门宫中,巫蛊之术是一种迷信的巫术,认为可以用童木偶人埋在地下,诅咒所愿者,被诅咒者就会有灾难,历朝历代都对玩弄巫蛊之术的人严厉惩罚,而汉河帝的第一任皇后殷氏也是因为巫蛊之术而被废除后卫,甚至殷氏一族皆被牵连,揭开历史的阴影。 这里是圣历史,欢迎订阅观看,殷氏家族源自古其名相馆仲,祖籍楚国,后辈次姓殷,秦末又搬迁至南洋新野,殷氏财力雄厚,产业超过七百请,家仆数千人。 堪比封江大臣,殷家与邓家人有着长久的亲密关系,殷丽华的姐妹和母亲皆出自邓家,殷丽华是东汉时期殷氏家族中的代表性人物,同时也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皇后,以及汉明帝刘庄的母亲。 尽管贵为皇后,但殷丽华始终保持着她的勤俭节约,对自己和他人都非常节俭,让人们对她刮目相看。 在她的一生中,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什么是仁爱,她的深情和仁爱也为她赢得了百姓们的尊敬和爱戴。 早年刘秀便表示,事换当作执金舞,取妻当取殷丽华。 公元23年,昆阳大劫后,刘秀与婉成迎娶了殷丽华,东汉成立后,他预立她为后,但殷丽华婉拒,锦授封贵人。 因为殷丽华得知,刘秀刚刚登基皇权不稳,需要依靠郭氏一族,因此便劝刘秀立郭通为后,但刘秀心中最主义的皇后人选一直是殷丽华。 公元41年,刘秀废除原配郭皇后,立即策立殷丽华为后,并对郭因两家亲戚平等对待。 在刘秀未登基之前,殷氏一族就是他的坚强后盾殷利华的兄弟殷氏、殷星、殷舅等都是刘秀的亲信将领,为刘秀平定天下立下了汉马功劳。 被封为列侯,殷利华的姊妹也嫁给了刘秀的兄弟或部下,形成了亲密的联姻关系。 殷氏一族因此得到了刘秀的信任和重用,成为了东汉的显贵之家。 然而,殷利华的成为皇后,也给殷氏一族带来了危机和压力,刘秀的其他妃子和子女。 对殷氏一族的地位和势力都有所不满,是由挑拨和排挤。 殷氏一族也因为权势膨胀,引起了朝野的忌惮和反感。 殷利华为了保护自己的家族,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,如抑制郭氏的势力,迁徙殷辛的客人,让殷旧归国。 等等,这些措施虽然可以暂时缓和矛盾,但也损害了殷氏一族的利益和声望。 殷利华本人也因为身居高位而遭到了一些诽谤和诬陷。 这些谣言虽然没有得到刘秀的相信,但也影响了殷利华的名声。 刘秀为了巩固与殷氏的关系,又将自己的幼女丽公主嫁于殷利华的弟弟殷峰,两家关系更加牢固。 殷峰是新阳侯殷旧的侍子,也是殷利华的嫡亲侄子。 她的家世和地位都十分显赫,利公主是刘秀的舞女,也是她的宠爱之子。 她的容貌和才华都不属于殷利华。 两人的婚姻可以说是天作之和,门当户对,殷家的兴盛一时无两,让人极度不已。 而殷氏一族享受着皇室的荣耀和恩宠,也为刘秀的政治和军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。 公元64年,殷利华逝世被追守光烈皇后称号。 殷利华去世后,殷氏一族又因汉明帝的宠信依旧十分荣耀,汉明帝刘庄即位后,对殷氏一族十分敬重,给予了他们很多的恩惠和尊荣。 殷氏一族的子孙也都有所显大,如殷氏的儿子殷公,殷松,殷兴的儿子殷庆,殷伯,殷旧的儿子殷皇,殷淑,等等都是东汉的重臣或藩王。 殷氏一族在汉明帝时期达到了鼎盛的状态,他们是东汉开国功臣的直系血脉,又让他们比其他低势家大族都要顶尖非凡。 然而,丽宇公主死亡一世成为了殷氏衰落的直接导火索,当时丽宇公主和殷氏家族联姻, 因此,二人并不如外表看起来那么美满,丽宇公主骄横极度,殷峰好色眷急,两人经常争吵不休,没有夫妻之爱。 永平二年,五十九年,殷峰在一次争吵中,竟然用刀刺死了丽宇公主,惊动了朝野,刘秀已经去世。 当皇帝的是丽宇公主的哥哥刘庄,即汉明帝,汉明帝对殷峰的罪行十分愤怒,不但将殷峰处死,还追究殷旧的责任,赐死殷旧夫妇,削夺殷氏诸诸王的封帝, 打击了殷氏一族的势力,殷氏一族从此衰落,再也没有了昔日的荣光,殷氏从门庭若氏到了无一人问津,甚至是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步。 不过,幸运女神再次降临到了殷氏一族的一名女子身上,下面我们暂且称她为殷氏,殷氏是光烈皇后殷丽华的曾孙侄女,她年少美丽聪慧,擅长书法技艺,受负殷刚喜爱。 永元四年,汉河帝刘兆即位四年后,五子四,特招全国秀女,殷氏因美貌和财情,并与光烈皇后有亲情缘由,选进皇宫成贵人,殷氏入宫后,立刻赢得汉河帝专宠。 也许这份感情源于对光烈皇后的敬仰,但殷氏也是一心一意的侍奉皇帝,从未参与后宫争斗和政治纷争,赢得了汉河帝的信赖与尊重。 然而,当时汉河帝年幼,窦太后掌握朝中权力,窦氏一族借窦太后的是嚣张跋扈,不免与汉河帝和其他世家大族发生争执,因此,在于窦氏一族争权的过程中。 殷氏站到了汉河帝的一边,公元92年,汉河帝趁窦县出征之际,铲除窦氏使者邓蝶、郭皇等人,并发令斩杀窦县,窦县最终在逃亡途中遇害,窦氏兄弟亲族亦遭殃,窦太后被迫停止干预朝政,汉河帝得以实际控制局面,亲自执政,皇帝胜出后,再加上殷氏成为了皇后,殷氏一族,不免又开始沾沾自习起来,丝毫没有汲取上次家族衰落的教训,原本在宫中, 殷皇后身为后宫之主,加上殷氏一族的兴盛,本该如鱼得水,但她遇到了一生之敌,邓随永元七年。 邓随入选宫中,成为汉河帝刘兆的妃嫔之一,随后因受宠于汉河帝与永元八年封为贵人,备受青睐,她摘戒自首,惩治尊重殷皇后,而这一举动也赢得了皇帝的赞誉,但是在殷皇后的眼中,邓随却是一个夺取自己丈夫,爱的女子, 殷皇后每每看着邓随和汉河帝在一起,十分恩爱的样子,就渡火中烧,为了除掉邓随,殷皇后竟用巫骨之术诅咒邓随,后来东窗事发,汉河帝一旨诏诏书,废除了殷皇后的后卫,后又严惩检局者及殷,邓两家族人,判定其犯有重罪。 殷氏被废除皇后之位后,囚禁于同宫,有份交加中至死去,殷家父亲殷刚选择自尽以谢罪,其余包括弟弟殷义,殷长等亲属,及邓珠家人,被流放到日南郡比锦县,至此,殷氏一族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辉煌,涌出四年,邓随以晋升为皇太后,宣布释放被流放的殷氏族人,准许他们返回原籍,并授予财产数百万,殷利华是管仲的后代。 这样,管家改姓了殷,到了殷利华出生之时,殷家在政治上已不再显赫,但经济上还是相当富裕的。 他家是当地首富,家有良田千寝,钱财万贯,车马不计其数,殷利华长得很美,有陈于洛艳之荣,碧月修花之貌,家之殷实的家境,所以追求他的人络绎不绝,从家门口一直能排二里地去,刘秀也是殷利华的众多爱慕者之一。 他姐夫邓辰与殷家关系很好,所以刘秀才有机会一睹方言,自从见了殷利华之后,脑海里满满的都是他的倩影,刘秀虽然是皇室后裔,但经过二百多年的繁衍,皇族后裔已不下几十万个,刘秀只是几十万皇族后代中毫不起眼的一个。 因为祖辈不太会混,到了刘秀这儿,已经沦落为普通农民了,一个普普通通农民想去白富美,怎么看怎么像痴人说梦,说出来会让人笑掉大牙,然而梦想一定要有,万一实现了呢? 王莽篡汉之后,进行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改革,结果国家被他搞成一团乱麻,各地起义军揭干而起,纷纷打出反对王莽的大旗,刘秀与哥哥刘衍扔掉了手中的锄头,也加入了以刘璇为首的起义大军,刘秀兄弟俩凭借出色的指挥能力,以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斗争精神。 很快立下了赫赫战功,然而,宫刀镇主,刘璇愈发猜忌刘秀兄弟俩,公元二十三年,哥哥刘衍,终因太过张扬,被刘璇处死,刘秀为了避免刘璇的猜忌,不得不装孙子,不仅表现得于往常一样,甚至连哥哥的葬礼也不参加,就在这个阶段,刘秀迎娶了梦中女神殷丽华,之所以能娶到美娇娘,要归功于殷丽华弟弟的吉利撮合,他的弟弟是刘秀手下的一员大将,刘秀娶了殷丽� 刘秀娶之后,新婚燕儿,你农我农,可惜不到两个月,刘秀就离开了美丽的妻子,远赴前线河北作战,他把妻子送回了娘家,头也不回地走了,这一去就是两年多,音讯全无,阴丽华甚至做好了守寡的准备了,然而有一天,刘秀突然地出现了,现在的他已经成了皇帝,身边还多了一个女人,皇后郭胜通,阴丽华坦然接受了这一切,他知道搞政治斗争,有时候不得不做出许多无奈的选择, 然而,刘秀内心最爱的还是殷丽华,到了刘秀语艺丰满之时,寻机废掉了郭胜通皇后之位,将本该属于殷丽华的皇后之位还给了他,殷丽华后来给刘秀生了五个儿子,汉明帝刘庄,做了十八年皇帝,活了四十七岁,东平县王刘仓,活了五十多岁,广陵四王刘京,这是个拨安分的人,几次三番犯上作乱,后来自杀身亡,临槐怀公刘衡,英年早逝,活了不到二十岁, 狼牙孝王刘京,活了四十多岁。 沉一全天陆时,发现了一 resolgu牙季王刘后,袋中花的力量。 沉一全天陆所,处理的力量。 沉一全、正在大势内华,修飞沙系业中花的力量。 沉一全、重复了ходит一整 이�业,经常努力。 沉一全天陆着和修飞地楼坚持一切。 沉一百分之一、两次了。 沉一全天陆。 沉一全天陆处来。 沉一全天陆旁花的瓶仓。 沉一声。 沉一和一髮二毫脉蛙。 感谢观看